2015年的八仙城堡事件 造成了许多伤亡 事隔五年 全身有70%面积 二到三度灼伤的陈一新 历经了多次的胸腔脖颈重建手术 去年的9月重回到社会 不但完成了学业 也来到了花园施工所服务 并且打算将自己的部分薪资 捐给花园施工所的慈爱基金 希望能够用自身的力量 帮助更多的人 也感谢在这个期间 关切八仙城堡伤患的社会各界人士 2015年的八仙城堡事件 造成15人死亡 400多人受伤 其中一位来自花园的伤者陈一新 全身有70%面积 二到三度的灼伤 毕竟多次进出医院 中腔脖颈重建手术治疗 在去年9月重返社会 不但重新完成未完成的学业 也来到花园施工所服务超过一年 陈一新在受伤前就承认养家福的孩童 因为受伤而中断 在18日这天 希望能以自己微薄的部分薪资 捐款帮助他人也回馈社会 就有想说自己开始工作的时候 就是开始能维持以前的捐款模式 就是能有能力一点的时候 可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我们受伤的时候 也是受到社会大众的帮助 就是其实有能力就得 就回馈一下社会上的人 就回馈一下社会上的人 因为其实我们也不是最辛苦的人 社会上辛苦的人很多 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就是 能去帮助一些比自己更需要的帮助的人 彼此之间的加油很重要吧 因为虽然你受伤还是你辛苦 我不懂你心里在想什么 可是一切都会更好 因为不是所有坏事都会一直维持 就是只会更好不会更坏 只有你自己好好地去面对 就是自己遇到的事情才会越来越好 今天也谢谢我们公所的同仁一新 那他也满满的正能量 那回到职场上班之后 那首先他也是在过去一年 累积下来的一些积蓄 来做捐赠 捐给我们花莲事工所的慈爱基金 让我们这些基金能够继续帮忙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一个爱的循环 正向的循环 那刚刚医生也有提到 他过去也受到非常多人协助跟帮忙 那也希望把自身遭遇的一些过程 心路历程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不论遇到挫折的状况 都能够重新站起来 那回到职场之后 也能够继续地往正面的能量去思考 那也能够继续来帮忙更多需要帮忙的人 那在此我们非常也恭喜一新 能够重新站起来 也继续为自己的人生来做打拼 事隔五年 陈一新的脸颊上仍有相当明显的烧伤痕迹 裸露的颈部及双手 也都留着五年前遭到火吻的伤痕 虽然疤痕依旧在 但家人朋友以及社会大众的关怀和鼓励下 从她的眼神里多了坚毅和自信 陈一新也谦虚表示 希望能以微薄之力和心路历程 鼓励更多深陷低潮的人 积极正面勇敢地面对人生 接着长邦夜华联施报道